I'm just singing cause it's over 崔永元没有冤枉范冰冰网友曝光其在美国赌场于李晨豪至1500万美元 近日,崔永元的阴阳合同掀起了娱乐圈的时级大地震,首当其空的是范冰冰、冯小刚等人 最新消息是范冰冰于6月3日上午致电崔永元哭求原谅,称自己拍手机时年龄尚小,不知道伤害了崔永元 不过有网友却指出,范冰冰那个时候已经快30岁了,怎么能说小? 而且最近范冰冰还为手机外摇起呐喊,直到崔永元曝光其4天片酬6000涉及阴阳合同偷税漏税才知道害怕了 而且据新经报一篇税务机关调查影视阴阳合同事件 律师,有可能涉嫌洗钱,文章中引用了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佐章新年律师称崔永元曝光的范冰冰一阳合同事件也有可能涉嫌洗钱 如果说偷税漏税还算轻的话,那洗钱罪如果入行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5%以上20%以下罚金 那么洗钱罪主要涉及哪些呢?洗钱罪行中将违法所得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 或者协助将资金会往境外的,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 日前,有网友爆料称5月28日到6月初这段时间,范冰冰和李晨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堵城住蜜月 据拉斯维加斯堵城值班经理Bob透露,当地时间5月28日凌晨,却有一男一女两名亚裔客人入住酒店总统套房 他们在赌场陆续用现金支票兑换了1500万美元 赌场不仅仅为两人配置了一辆劳斯莱斯,还有两名会中文的赌场VIP助理 本日在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赌场,拜托制作与您的支持 据悉仪是范冰冰和李晨的赌客只对blackback情有独钟,每一把都下注高达5万美元。 有网友在拉斯维加斯的机场遇到范冰冰和李晨,从中证实了这一点。看过金融犯罪电影的网友肯定知道,有一种洗钱方式就是去赌场输掉个20%甚至更高,在兑换现金,钱就洗钱净了。有业内人士坦言,这种方式却有操作性。 如果,5月28日在拉斯维加斯赌博的确认是范冰冰和李晨,那么豪赌1500万美元很有可能就是洗钱。这样看起来,范冰冰不仅仅偷睡漏睡,洗钱的罪名可能也不冤枉啊。 发布该微博曝光范冰冰以陈拉斯维加斯赌场的人,还将这篇微博APP给了崔永元。